台灣族縣議員朱聯濟日前獨自前往海端國中 關心布農族學生在校的受教情形 由於事先沒有預先通知校方議員到了學校 先透過司機向校長表態 議員前來關心學校事務 但校長回應說朱議員是誰 讓議員很不滿 在台東縣議會審查教育出預算時 痛批是藐視議員 民意代表到學校去關海 到學校做一些關心 甚至到學校可能有事情 不管怎樣 其實來到學校都是貴賓 我想在整個學校的體系 我們應該盡那個弟子之餘 朱聯濟現場還要求大武 冰茂 以及海端三個國中校長 進行教學目的的報告 不過校長才說完 就被議員批評說跟做的完全不同 你們不愧是校長 真的是可以在三分鐘以內 很完整的講完學校的特色 不過你的態度真的是有問題 雖然議員在質詢時 並沒有指明道姓是哪一所國中校長 說不認識議員 不過在中間休息時間 海端國中校長 立即找上 朱聯濟解釋當天的狀況 卻未過朱聯濟所接受 一場內場外都可以看到 校長頻頻向議員解釋 及道歉的畫面 預算審查再度進行 仍未正式進入實質審查 不過另一個議員 張國周在質詢教育處長時 卻又動怒 認為在處長背後交投接耳的 海端國中校長周正雄 不尊重他的質詢 海端國中校長最後在一場正式的 向大會及議員道歉之後 才平息議員的怒氣 接著趕走五樣古六 台東縣議會採訪報導